今天咱们来做酥皮咖啡包 有一位网友要求好酒了 来吧来吧 今天满足你 先把咖啡酥皮做出来 黄油室温软化后加入糖粉 拌匀后分次加入常温的全蛋液 切记每次都要把蛋液搅匀后 再加入下一次 然后倒入咖啡酱继续搅匀 最后是过筛后的低筋面粉 用刮刀把它刮得非常的细腻 装入卷花袋 放在常温待用 这个咖啡酥皮部分尽量提前做出来 让它自己室温先镇定一下 一会儿挤出来呀 它不容易断 接下来我们来做面包部分 今天手揉面包的部分 我做得非常的详细 希望你们也能认真的看完 先把所有的干性材料放进搅拌盆中 用手动打蛋器把它们和匀 再加入牛奶和鸡蛋 牛奶可以先预留一部分 揉着揉着感觉有一点干了 这时候再加入一些牛奶 开始揉面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粘手的 这时候不用担心 继续揉 加入盆里不方便 就把它放在板上 一开始啊 我们就不停的搓 手搓一会儿 你就会发现你的面团温度有点偏高了 因为要保证出面温在26度左右 此时还没有加入黄油 看它已经24度了 我来教你给面团有效降温的方法 取一个保鲜膜 把面团拍扁一些 放在保鲜膜中 拿去冰箱冷冻室冷冻10分钟 10分钟后 我们取出来看一下它的温度吧 现在是17度 说明冷冻可以有效的给面团降温 而且经过了10分钟的水盒 面团的筋度反而自己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直接放入黄油 放入了黄油后啊 面团又会变得很烂 别担心 继续揉搓 用刮板扶住它 把它破开 重组 粘在桌板上的黄油和面 记得把它们刮下来收回去 揉到差不多不粘手了 就可以摔打它了 摔打一会儿 我们的面团就揉好了 扯开一块看一下 可以扯出薄薄的膜 而且手指不戳它是不容易破的 揉好的面团滚圆 放在室温里松弛30分钟 面团松弛好 取出来 拍拍扁 平均分成6份 大约每份60克 这时的面团进行第一次滚圆 继续松弛20分钟 20分钟后 我们进行第二次滚圆 反复滚圆可以增加面团的膨胀力 还能使小面包的组织更加的细腻 第二次滚圆后 我们就可以放在发酵箱里发酵了 我的发酵箱温度在37度 湿度在75%左右 面团发酵好后 在每个面团的表面挤上咖啡的墨西哥酱 简称咖啡酥皮 挤完后再看一下有没有空隙 给它填补一下 烤箱上火200度 下火180度 烘烤10分钟左右 这个酥皮咖啡包就做好了 出炉后咖啡香味非常的浓郁 再挤上咸奶油啊 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点赞加关注收藏吧 我是为珊妮做面包的珊妈 再见